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2年6月10日 西班牙市胜瑞士 本周五凌晨2022-2023欧洲国家联赛联赛组将上演一场重头戏 由身处B组的瑞士主场迎战西班牙 后者急需一场胜利重振军心 是一面对小组中表现最差的瑞士 西班牙必定会打醒12分精神权力争胜 瑞士曾是欧洲足坛颇具竞争力的一支球队 如今他们征战欧国联联赛组就是最好的证明 同时这也可从球队此次大军名单中 可见一般绝大多数球员均效力于欧洲五大联赛 但不得不提的是瑞士曾经的黄金一代正在老去 如今已为国出战白场以上的中场双星输盾 杀基利和格列 萨卡已经到了儿历之年 前者如今更是已远赴美直连淘金 状态早已不复当年之勇 上仗更是在69分钟时就被主帅替换下场 在今届欧国联中虽然同组中有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强敌 但不少球迷和媒体认为瑞士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但是开赛后球队的表现令人大颠眼镜 他们不但在首战面对小组中最有把握取胜的球队杰克什输波 上仗更是惨遭葡萄牙四球血洗 二仗全败共失六球的瑞士表现之差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值得一提的是与葡萄牙一役 为国效力高达96场的后防核心列卡度 洛迪古斯在62分钟时就被换下场 不难看出曾经的黄金一代迪迪确确竞技状态大不如前 是意面对实力强悍兼且求胜心切的西班牙 瑞士无力洗颓 其实西班牙的黄金一代也已老去 如今正处于新老交替的阶段 但与瑞士不同的是 西班牙并没有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况 以博宝禄、加维和费兰、托里斯等为首的00后正在纷纷上位 而卢尔、迪汤马斯等正直当打之年的新人也能在场上贡献自己的力量 今届欧国连西班牙前二仗的发挥 并不能让球迷满意 首仗面对葡萄牙时 尽管爱华路 摩拉达为球队首开记录 但仍在比赛末段被破合 从而最近六次对阵葡萄牙只获得了五合一副的战绩 在西班牙当前的数据统计中 这也是他们的最差记录 上仗对阵捷克 西班牙血藏了爱华路 摩拉达和沙治奥 布斯基斯等部分主力 派出了卢尔、迪汤马斯等边缘国脚出战 从场面上来看 西班牙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他们的控球率高达79.6% 创造安利基直较17客场正式比赛控球率的第二高记录 仅次于2019年3月对阵马尔他比赛中的83.5% 不过比赛过程却一波三折 球队两度落后两度追合 因尼高、马天尼斯林晚场前的进球更是挽救了球队 前二仗只拿到二分也让西班牙的出现形势相当不妙 是意面对瑞士不出意外的话 爱华路、摩拉达和费兰、托里斯将会顶替卢尔、迪汤马斯等人重新正选上阵 毕竟这是一场输不起且必须全取三分的比赛 值得留意的是 西班牙已经在各项赛事连续16场正式比赛取得进球 这是他们队史第三场的正赛连续破门记录 而上战位球队供入手球的博宝路 加维以17岁304天超越队友安肃 法迪成为了西班牙队史最年轻正赛进球者 这位2004年出生的小将金杖表现绝对值得期待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谢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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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